你約我出來, 是不是有事想跟我聊嗎? 想跟你聊, 我可以不要搞大件事嗎? 你誤會了, 我會想搞大件事 首先你要知道 就算如果把我女兒供出來 其實出貓哥始終是你的兒子 你的意思是想我兒子一個人揹上身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要知道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 是因為你的兒子成績不好 所以我女兒才會想出媽媽這條橋來幫他 他全心是想幫你的兒子 你真的說得挺好聽 你又想想, 如果不是你女兒想到這條橋 這件事真的不會發生 大家作為人家的父母 有誰想自己的兒女有事, 特別是我 你知不知道我女兒是優生, 不和你兒子 如果因為他幫你兒子出貓 而弄得他有事的話 那你對他很不公平 但是我覺得你現在很不公平 你想我兒子一個人揹著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如果, 我是說如果 如果你兒子因為這次這件事 被人踢出校 而一直找不到學校收他 對, 最多這樣, 那就轉私校 最多學費我給, 那就行了吧 你想用錢掩著一件事 然後只要不用負任何責任 都說不是 你知不知道因為這件事 我女兒已經受受很大壓力了 我自己也有很大壓力 拜託你, 你放過他, 行不行? 我只想說 每一個人做錯 都應該自己承擔自己的責任 學校長, 允許我先說兩句話 請說 首先我必須替子優跟學校說一聲 對不起 這次這件事無論如何說 都是子優不對 但是他的出發點 無非是想幫他朋友 所以我希望校長你可以高抬貴手 給此機會子優 但是他這次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校長 姜子優確實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但是他平時真的很乖 校長, 我求求你 跟朱嘉兵跟學校解釋 這件事我才是轉謀 叫他們不要踢他出校 校長, 怎麼做?要不需要你教? 其他學校如何處罰學生 我沒權干預 但是你犯這麼大的錯 我就一定要處罰 不過念著你 你平時的粗恨和成績都這麼好 再加上班主任又幫你求情 校長一定會給你一個機會 希望你專心一點, 考好DSE 其他事情你不要管 說完根本不公平 你們有私心的 知道我成績很想我幫你們考個十一 才對我這麼好 一個一個戴著有色的眼鏡看人 朱嘉兵不是那麼差的 你說話不要越來越過分, 行嗎? 我不讀了, 我要退學 子優 不好意思, 阿姨 子優 站在這裡 你瘋了沒有? 子優, 你先冷靜一點 退學不是解決的方法 根本不公平 我對這間學校一點流暖都沒有 事情發生到現在 所有人都在幫你 別說得這麼好聽, 只是在幫學校 你想事別想在那邊, 行嗎? 早知道我決定了, 我要退學 退不退學不到你決定了 回去吧, 向校長道歉 放手 向校長道歉 放手 又是那個人打給你吧? 你瘋了, 給我吧 放手 給我吧, 給我吧 你瘋了嗎? 沒事吧? 沒事, 你先去找子優 子優 你想怎麼樣? 子優呢? 你叫我以後都沒有找他嘛 我怎麼知道他在哪裡? 開門 為什麼要開門? 開門 是不開嗎? 什麼事? 姜師傅? 子優呢? 子優沒有理… 姜師傅 子優剛才當著校長面前說要退學 我到處找雲西找不到他 明明我是子優都走了 倆都被你罵 你說什麼? 你…放手… 我告訴你 我女兒有什麼事?你死定了 姜師傅他已經很擔心了 姜師傅, 你是不是知道子優在哪裡 你知道就告訴姜師傅吧 我真的不知道嘛 姜師傅, 他不說你逼他也不說 或者可能他真的不知道 子優從小到大都很聽話 他從來沒試過這樣 為什麼嘉靖無緣無故會變成這樣? 他長大了, 他有自己的想法 況且他現在是反叛旗 你反叛旗的時候 你也不讓人逼得, 是不是? 當別人說謊的時候 心理就會有壓力 留意一下他有沒有心虛的小動作 道理七年前的那輛車 是不是真的意外來的? 為什麼不說話? 你心虛? 你之前已經害死了我的女兒 現在還想害我的孫女嗎? 你們說什麼? 媽媽的死不是交通意外去自殺嗎?